额头低 鼻子扁 嘴巴小 贼民主演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话虽然这么说 但咱们平时啊 你要在跟某个人不熟的时候 还是容易以貌取人 可您也别觉得这是犯了多的错误 在古代 孔夫子塔罗人家都以貌取人过 何况咱呢 当时有个年轻人叫子宇 他比孔子小四落岁 孔子那会儿已经很有名了 门下学生众多 我估计这老人家要么是累了 要么有点膨胀 反正对收学生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上心 这子宇有一天去拜见孔子 说孔老夫子 我仰慕您许久了 想给您当学生 您看行 孔子抬头一看 说这什么呀 咱们到这儿得细说说 也不怪孔子 这个子宇长得太难看 额头低 鼻子呢扁 嘴巴小 贼没熟眼 冷过去一瞧以为小偷呢 孔夫子那是圣人的 是我最烦小偷了 哪来的回哪去 我不受 哎呀 把子宇给冤的 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 嗯 刚才在您那儿等着 抓您把瓜子 您治愈的吗 哎 可是孔子呢 不搭理他了 子宇没办法 只能走 回了家 心里边郁闷极了 可他这人有优点 有韧性 越挫越勇 你孔子看不起我是吧 行 那我就自学成才 总有一天让你后悔 从此以后 子宇日夜苦读 而且也学着孔子出门游历 把这个楚国游遍了 走到哪儿 学到哪儿 上到八十岁的老人 下到七八岁的孩子 他都拿人家当老师看 渐渐的呢 嗯 当然就是越来有学问 也有名气 哎 您说他做的这些事 不就是孔子要求学生们做的吗 这个子宇 虽然没有败在孔子门下 实际上是得了真传 没多久 随着子宇的名气越来越大 有人资助他 开了一个草堂 就是学校 效仿孔子广招贤 收为学生 教大家知识文化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个事情 当然也就传到了 孔子耳朵里了 圣人当时就后悔了 深刻反思自己 说我天天教学生 这个那个的 我何德何能啊 我不也是以貌取人吗 当初子宇来找我 我因为人家相貌丑陋 把他赶出了门 这孩子得多难过 我这事办得多不讲理 深刻检讨自己 以后绝不准以貌取人 要不说呢 孔夫子是圣人 知错就改 托人给子宇还道歉 说当初不该说你是小偷 我们客青那瓜子啊 本来就是招待客人用的 你下回来了 尽管拿管购 就这么着 子宇这块心结 才算解开了 这也给我们现在人提了个血 见到陌生人 先别急着以貌取人 乱下结论 先交流交流再说 万一对方是个闲者呢 不论 不论 感谢观看